留意在這裏 我們現在的做法會怎樣呢 我們是不是又要找另一個 比如說剛才選了商店 我們是不是又要找一個產品 用POW QV去吃它過來 接著就加到它的資料模式 原則上是這樣做就最好 這個最好的行業 因為每一次你可以撈走一些東西 或是抹擦一些東西 大內河為方便起見 今天我會怎樣做呢 看著 原來進入Data Model 麻煩你去Product Look Up這裡 Product Look Up這裡 其實如果我們做Data Model的時候 其實不用東西都要怎樣 一定要用POW QV 現在你直接有東西在 有一個疑似桌子的位置 Product Look Up是否有疑似桌子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 range 我可以怎樣呢 移動你的Active Sales 到這個 range時代的附近 接著怎樣做 怎樣叫Add to Data Model 看到嗎 看到嗎 都可以 如果你選擇這個叫做POW QV 的話 看到有一個按鈕叫做Add to Data Model 你照樣可以按這個按鈕 你嘗試一下 如果你在這個時刻 我按了 按 Add to Data Model 可以嗎 他問你什麼 喂 你現在這個東西不是桌子 你也要製造桌子 做不做Penware Table 沒辦法 要製造 他問你有沒有Header 剛才的同事應該就踢走那個Header 所以就剛才沒有Header 好了 如果我有沒有Header 有Header 是不是這個範圍 是這個範圍 沒有問題 OK 好了 不過 今次 現在弄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在我們左下的位置 我們有TBL Store 還有一個叫什麼 不知道桌子多少 每個人桌子的數目不同 為什麼會剛才叫做TBL Store 但是現在會整個桌子 叫做TB3 TB2 TB4給你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剛才我有Power Query 我已經把桌子改了什麼名字 叫做TBL Store 所以它就是怎麼樣 剛才X就叫做TBL Store 進來就叫做TBL Store 但奈何 你剛才怎麼樣 沒名沒姓 剛才剛出生就被人扔到這裡 如果你一出生就被人扔了 那人說什麼 我知道你媽媽姓陳 你叫做陳一 你叫做 我第二天 你媽媽又生那個 陳二 陳三 陳四 這樣 明白我說嗎 同一道理 因為這個桌子怎樣 剛才剛出生就沒改名字 就已經進來了 隨便叫做陳一 陳二 陳三 陳四 隨便給你一個名字 但是你說不行 有些尊嚴比他好一點 那怎麼辦 麻煩 用滑鼠 貼著下面這個桌子 不知道多少 Double K 去哪裡打名字 TBL 我叫什麼 叫做Product TBL Product 我隨便給他 我隨便給他 好 這裡 我改名字給他 叫做TBL Product 這個位 TBL Product Double K 一位字 改名字叫做TBL Product 行不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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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繼續 看看 如果我在這裡做個叫做TBL Product 給他之後 留意在這裡 我們現在是否兩組資料 進去我們的Data Model裡面 TBL Product 和TBL Store 兩個Table 好了 如果再按這個叫Data Model Reel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你看到 耶 有兩塊東西了 一個叫什麼 TBL Store 還有一個叫什麼 TBL Product 還有一個叫什麼 有兩塊東西給你了 行不行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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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